国防部发表文告说 酒量从香港运回国的装甲车 今早开始接受军训后的完整性能检查和例行保养 预料这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酒量装甲运兵车 是在昨天通过商业船务公司APL运抵国门 他们是在台湾进行演练之后 回国途经香港时 在11月23号被香港海关扣押 香港海关上周完成了调查之后 决定将装甲运兵车放行